我可能講法跟語氣跟前面幾位教授 可能也太一樣 這個我常在講我們是保江湖 只要參加選舉過的人都是保江湖 那我也做過地方的那個低頭的老大 叫縣長 那我也做過立法委員 我可以跟各位說 中華民國現在民進黨執政所立的國安法 修的國安法 要修的代理人法 國安五個惡法 我告訴各位 如果覺得中華民國的國民沒有起來 把他中共的國燒掉 我們就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不過怎麼要這樣講 其實國安法回到過去戒嚴時間 還過之而無幾 各位如果要記得 我們在修行法一百條的時候 在一百條裡面 立的這個法 跟現在比的國安法 跟這個中共代理人法比起來的話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內容 以前講的是什麼 你真的去進行叛亂 才可以適用 那我們現在不是 只要你跟大陸任何的團體來往 法人來往 不要有任何的卸定叛國的行為 它就可以把你抓關起來 各位你知道 影響到國家安全的法律 我相信許多人在司法法律上都非常懂 但是我的老百姓的解釋就是說 只要影響到 違反到國安法有任何嫌疑 我可以馬上把你抓起來 我可以秘密審判 我可以不必告訴外界有任何理由 我就可以把你關到老關到死 那國安法裡面更嚴重的就是說 它現在修的法是 不要有任何的叛國的性命的行為 只要你跟大陸的任何團體來往 它就可以把你當作涉嫌人 它就可以把你判什麼樣的行為 你知道嗎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罰款是五千萬到一億元 各位 中華民國從來有定過這樣的一條法律嗎 沒有 但是這整個社會是什麼 沒有聲音耶 我也覺得大法官怎麼回事睡著啊 這本來就是個違憲的嘛 中華民國的領土八八大陸地區對不對 對啊 那這些地區怎麼變成敵區了 我不懂啊 我完全不懂 那因為這個問題呢 我在這個禮拜 我又接受了德國之音的訪問 來了一個 來了兩個外國人 來都從德國來 他就訪問我以後啊 他本來要跟我提什麼南海的 東海的問題 結果發覺他提我的 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的問題 跟我辯論了很多 我相信這段錄影帶將來會出來 因為我跟他講將來這錄影帶給我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跟他在那個 將近三十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兩個一直在吵架 一直在吵架 他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支持統一 我說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國憲法的主義 說得 我們要統一 沒有錯啊 那他問這些問題 我會想問他 那你為什麼東西得你要統一啊 對不對 還有一個 他說啊 大陸這個很不好 對台灣很多的威脅 我說那你要不要去問問 蔡英文為什麼他要搞 separation 你為什麼要去 Garate China 但他不認為 他認為說 香港所有的問題 大陸所有的問題 我們都應該出來 跟大陸對打 對幹 我就覺得 那口口壞掉了 我們為什麼不能保持一個 和平的關係 所以我回來 我就反問他 我說如果你要 讓大陸能夠有所改變 請問你最好的方法 是做他的敵人 還是做他的朋友 當然做他的朋友 我這個說法在南加大 我有一次回去演講的時候 我跟美國幾乎官員說 台灣這個問題 他說台灣應該怎麼樣對待大陸 我說你們怎麼對待大陸 有沒有dialog 有啊 有沒有big partner 有啊 有沒有do business together 有啊 有沒有try to work together 有啊 有沒有criticize each other 有啊 那我說這就是我們對大陸的方式啊 那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你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發覺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歐美的國家有很多的人 他是有很深的成見 那這些很深的成見 就如同前面有約人教授講的 為什麼國民黨從來不去外面溝通 我在那天我跟他談完之後 我真的滿路的氣啊 因為我在外商公司做過七年的事情 我真的很想送他兩個 用X跟F開頭的時候 對不起啊 我比較粗魯麻松了 抱歉啊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我們 都不敢大聲的告訴外國人 你們對大陸的方式 也應該是我們對大陸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不敢告訴Trump說 我不要買那麼爛的F16戰鬥機 USR就被打下來 我們為什麼不告訴美國人講說 我現在買這些武器 不如我現在讓年輕人去買房子 我昨天跟幾個朋友在研究一個事情 年輕人如果要買房子 如果年輕人只花150萬 就可以買一個30坪的房子 大家覺得好好的 那一定很多人講說這怎麼可能 我告訴各位絕對可能 我們有的是土地 台東有的是土地 蓋房子之後啊 就他們花600億 一千一千兩百億啊 這些錢拿下來 我不要買武器 我不知道年輕人蓋房子不可以嗎 年輕人小孩 我們真的照顧不到嗎 我跟各位說 我不是在這邊講哪一個候選人 講什麼話 我只在講 年輕人這些問題 你要不要辦法解決 要嘛 你只要立個台不調管 都可以解決嘛 那更難聽的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今天 連財政收支劃分法 對地方政府 我們都沒有辦法讓他能夠 自有自主 一定要跟中央去祈求 那祈求我們同一個政黨的 民進黨 同一個政黨我就給你 沒有的話我告訴你 韓國瑜啊 讓文子咬你們高雄人沒關係 我一毛都不給你 還罵你 還羞辱你 那為什麼這個才華法的統說 分配稅款不休當呢 中央為什麼要抓那麼多錢 不肯下放呢 我另外要再跟各位講 講起來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我記得有一次在立法越 我們去參加四憲 我是立法院的代理 我告訴各位 我們參加那個四憲會議 我整整忙了兩個月 一直在念法律條文 我就不怕我在這邊講錯話 李福田大師你也好 你也好也有參加 各位 我們到了那個大法官會議裡面去 講話真的 這個我覺得戰戰進進 我覺得根本沒辦法講得很清楚 那法官釋憲完之後呢 也有一件相同的 一件不同的 搞到最後到底我們要聽哪一個呢 那接下來到法院更是 319槍一樣 我是立法委員 我去法庭 去旁聽 法官就把我叫上去 問我一些問題 我當時第一個反應說 哇 如果我講錯話 做偽證會不會被抓起來關 我當時是立法委員 我認為兩顆子彈是假的 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我們法律其實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層次太高了 但是民進黨最聰明 我根本不求聖請 我覺得法該怎麼立就怎麼立 反正大法官都是我派的 這是不是事實 這是事實嗎 所以今天我看到大法官裡面 到底我不知道能夠有多大的功能 監察委員能夠有多大的功能 今天立法院如果將民進黨 完全操縱的話 各位所有立的法前十萬七八糟 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 我請教各位 不要談民主不民主了 我覺得今天真的談不了 為什麼 你選舉選輸了 讓民進黨這樣上去 你就是完蛋 但是國民黨上去又好到哪裡去 如果我們都這麼軟弱溫和的話 對不起 我比較粗魯一點 如果我們真的就這麼軟弱 我們碰到一句土匪你要怎麼辦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他說我要花八千八百億 就花八千八百億嘛 對不對 我說要買這個坦克車 就買坦克車 我買F16就買F16 我要邊一千億邊八百億 你們誰敢反對 你們就不愛台灣 是不是 這就是今天台灣的民粹嘛 但有沒有人敢站出來講話 對不起啊 我這次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 就是想講這些話 因為我沒有機會講話 沒人聽我的 各位 我過去做八年的農夫 我才知道為什麼老百姓會罵政治 因為我們的法律太多如牛毛了 我才知道為什麼台北市都更永遠改不了 為什麼我們地方政府跟中央法律 定的太複雜了 所有東西弄到最後 什麼東西都做不了 台北市永遠改不了 各位 為什麼不把那個法改得簡單一點 讓人家看得懂一點 沒辦法 自愛來行 我告訴各位 很多的農夫抱怨的一塌糊塗 你不要怪他 因為他根本不懂法律 但是你跟他講說你違法了 所以我要處罰你 老農夫講說我哪懂你那麼多的威權 我在跟各位講我親身的一個經歷 我要烏農做農夫 我其實申請這個農業的這種序客 我告訴各位 花了一年的時間 在我自己的新北市 還花了上百萬 多大的面積一千平 然後到最後 你知道每一個問題 我每次上去 回來就要問我十幾個專業的問題 我把我農業局局長找來 地震局長找來 沈江局長找來 通通拜託大家幫我研究一下 我自己過去 執政的政府的單位 對我的要求 因為我們也用很多名字 我才知道什麼回事 各位 如果你這個答案 一個禮拜沒有回復 我接到問問已經過兩天了 就把你駁回 我後來才知道 為什麼人家會罵政府 因為我們立了太多的法律了 我們搞了太多的規矩了 我們根本讓老百姓自愛難行 我跟各位講 如果今天的民主 我們不把這些 啊 落伍的法令 過多的法令 拿掉 我們不會有民主 老百姓永遠會 把執政黨一直推翻 一直推翻 一直推翻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辦法真正正常的做事 他沒有辦法拿到公平的待遇跟尊嚴 這是我們真正的問題 但是有多少人會出來談這些問題 我再來講我們的民主 我跟各位講 每一次的民主選舉 他絕對不是公平 他不是公平 因為每一個人要爭取選票的時候 都要給選民利益 對不對 那你本身擁有的資源 決定你可以登多少的廣告 花多少的錢 直接跟間接 你的政黨 在這裡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他都想要推民主 可是走到我們北部 中部跟南部 我告訴各位 想法天緣地緣 你如果走到南部的鄉下 跟北部的這樣的環境 我告訴各位 今天我們坐在這裡的環境 在南部是看不到的 各位這麼斯文 這麼文雅 看不到 而且反而是這樣子 南部的人會很難接受 我們這麼斯文的話 你們都聽不懂 真的聽不懂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天我來這裡 我也謝謝這個 這個江總長 這個馬總統讓我來 這個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跟客想就說 我希望事實現實 跟我們的理想能夠拉緊 我希望我們在維護民主 跟法治的時候 我們自己 南軍的人 中間的力量聲音要大一點 拳頭要大一點 要硬一點 如果今天我們還是很斯文的方式 我跟各位報告 對 沒有辦法打贏那個土匪跟強盜的民進來 好 謝謝大家